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学堂 继续学习我们的移动开发课程 我是小若 大家好 马老师,您看我们之前的课 写这个代码 都是用Notepad 我觉得刚开始用 现在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好用的 可以让我对语法 还有单词记得比较牢固 但是我觉得有点麻烦 就比如说以后我工作了 然后我要去单位 我要写个程序什么的 我还得一个一个敲太麻烦了 对,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前期在学习阶段的时候 可能每一个单词都自己敲出来 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记这个语法 对吧 那我们也用这个Notepad 用了一段时间了 好,那我们这样实际上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 可能我们不会用纯的 纯这种叫Notepad这样的工具 这样的这个祭司本 这样的工具去写我们的代码 因为这样确实是太麻烦了 好,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 就给大家来开始学习 这个叫Eclipse 这样一个开发工具 提过这么一句 之前我们在讲开发环境的时候 给大家提过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加瓦开发当中 它使用的频率应该是在99.9%了 搞加瓦开发的可能都是用Eclipse 这个用的还是比较多 OK,那我们这一章里面呢 就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Eclipse 然后呢 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异常处理这样一个概念 OK,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点呢 就是Eclipse开发环境入门的一个使用 就是教大家怎么去用 当然了 这不可能说这一节课 就把所有Eclipse的用法都教给大家 只是说怎么去开始怎么去用 然后我们后面在边讲解 边这个学习知识的时候 一点点慢慢的去熟悉这个工具 知道吧 实际上也是一个要有一个过程 你用久了 你可能就会爱上它 对吧 因为它也是非常好用 第二点呢 就是Eclipse的这个异常处理 第三个自定异常 第三个受减和非减 非受减异常 第五个呢 我们来利用Eclipse 它里面这个非常强大的 这个叫debug技术 debug就是调试 就是bug就是我们说的就是 就是这个错误嘛 对吧 那么debug就是调试这个错误的意思 OK 我们先看第一个 这里我先给诸一张这个图 看到没有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能看出来吗 看到这个图了吗 这是一个日识 对吧 是个日识 对 实际上Eclipse这个单词 它的这个含义 它就是日识的这个意思 对吧 它日识的意思 当时呢 它是 呃 呃 是由这个 我们说IBM公司牵头 啊 很多这个厂商一起来去 这个呃 开发的 这样一个免费开源的 这样一个 在编写家二的时候的一套这个集成开发环境 对吧 为什么叫日识呢 因为当时这个SUM公司还是非常强大的 SUM这不就是太阳的意思吗 对不对 当时想是想要把这个这个这个就取名的寓意 可能就是啊 我们开玩笑 寓意可能就想把SUM公司给吃掉的意思 对吧 日识嘛 就把它遮住 对吧 把它吃掉 这样这样意思 所以一直沿用到现在 还是用这个ECLIPSE OK 好 那么ECLIPSE这个开发环境呢 首先呢 我们首先要把它下载下来 对吧 嗯 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地址应该是在哪呢 我这里呢 先给大家啊 不要打开了 这是我们的 比方打开一个浏览器对吧 打开浏览器 那么在这儿 你就能看见了啊 我给大家放大一点 这个是叫做3W 是吧 然后ECLIPSE 然后是这个ORG 是吧 ORG 这是这个 它的这个官方网址 你说这个网址以后呢 最 这出来应该是一个 纯英文的一个界面 是吧 因为这是国外一个网站嘛 好 那注意啊 大家用ECLIPSE的时候 也不要说 有没有中文版的呀 有没有这个汉话呀 不要去说这些东西 对吧 就用英文版的 纯正的就是最好的 好吧 实际上里面也没几个单词 你用多了又熟了 调多了 你就自然而然知道 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是吧 OK 不要去用这种中文版的 这些啊 这个应用软件 好吧 搞开发 好 那么你打开这个ECLIPSE以后呢 注意它现在呢 有这个下载是吧 最新版 你看也很好很好操作啊 这边直接就有一个叫download的这个按钮 对吧 好 你通过这个按钮点击 点击以后呢 你就可以打开 打开它的这个下载这个页面了 对吧 下载页面了 好 你在这儿呢 你可以选择你不同的这个平台 是吧 不同的平台 比如说基于Windows平台的 那我这个啊 比如说我 我现在这个就是Windows平台 对吧 那或者呢 你是Linux平台 或者是呢 这个什么 这个Mac平台 它会根据你本身的这个浏览器啊 自动去识别 是吧 因为我这个就是Windows 所以它自动识别的就是这个Windows了 对吧 它里面呢 最新版本是4.4.2 对吧 这是它的这个最新版本啊 这个别名叫什么 叫Luna Luna SR 对吧 第二次更新 OK 那么你可以下载呢 32位的啊 你看你的操控系统是32位的 还是64位的 对吧 你在这里面去做相应的这个下载就可以了 大概呢 你看也是155兆左右 对吧 155兆左右 这是我们写Java程序的时候 就用这个Eclipse for Java Deviple 开发就可以了 对吧 下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 对不对 其他版本 你看 现在Eclipse呢 它不仅仅用作来开发Java程序了 因为当然Java里面是用最多的 就Java相关了 用的是最多的 它还可以用来干嘛呢 你看 也可以用来开发C跟C++程序 甚至用Eclipse来写什么 写PFP程序 对吧 你看这都可以啊 你看好多啊 这个这个就它已经是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Java开发环境了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平台了 讲的意思 对吧 综合平台 还有一个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是你看这边是Eclipse IDE for Java EE是吧 的这个Developers 这个你也可以下载下来 后面我们在E开发这时候 会用到这个开发工具 对吧 那目前阶段呢 你只需要用这个 这个Full Java Deviple就可以了 对吧 这边呢 比如说应该学生这个写 比如说有些学过这个JCP啊 这个网页啊 是吧 之前呢 它就这边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 好吧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先下载一个 因为我这个是64位的啊 我们下载一个64位的 对吧 那我就不现场下了 因为我这呢 我这已经是怎么样 就给大家先这个下载好了 对吧 下载好了 那么下载下来呢 我这个是S1这个版本啊 跟这个差不多 呃 就这个压缩包 下载压缩包 然后呢 你只要把压缩包给怎么样 解压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解压一下 OK 然后呢 你打开 最你要保证你的一个JDK环境得先装好啊 自动回去找 OK 打开第一个界面以后呢 你看 你会发现这边会有一个这个叫选择一个工作空间的意思 对吧 嗯嗯 select a workspace 就选择一个空中间 就说以后你的代码放在哪里 嗯 选一个文件家 对吧 写一个文件家 OK 那假如说我就放在这儿 可以吧 嗯 我就放在啊 这个这个 因为我这就一个盘啊 这个是User 然后Bins 然后这个是 workspace 嗯 OK 你就我就把它放在这个这个盘下面了啊 好 然后呢 你可以加上一个 比如说你可以自己新建一个文件 文件家呀 什么的都可以是吧 嗯 在这点啊 Bloader就可以自己选一个文件家啊 我就叫 workspace 杠 Java 这是我的这个工作空间的工作空间就是我那个放代码那个文件家的名字 嗯 好吧 这个呢 就是说默认的呃就下次不会再谈出来问你了是吧 就一般呢 我们就不选吧 就因为我们可能未来会切换不同的工作空间了 那就就不给他选中 每次选择一下 好 OK 你点击OK以后呢 他就开始打开了对吧 开始打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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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界面里边 嗯 我们这个 里边的这个 我们是在User里面对吧 啊 用户里边 Wins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叫 workspace 下啊是吧 嗯 你看这就是我刚才新建那个 workspace 啊 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他默认给我创建的 那这个就没用了是吧 没用了我就可以把它先删掉 好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工作空间 工作空间 那现在打开 第一次打开呢 你看 他会有一个欢迎页面是吧 嗯 欢迎页面 这个呢 呃 就是说 Welcome to Eclipse ID 啊 这个 for Java Divideport 那这个呢 那你就把它关掉就行了 回家看没什么用啊 好 关掉以后呢 下面有几个重要的地方 给大家说一下 在最左侧 属于这个叫包浏览器 什么pactor pactor 包的意思 浏览器 这个叫 ex experi 是吧 嗯 experi 这个是叫这个 啊 这叫我们的浏览器 就是你建的工程 会在这里面体现 他这个 代码的结构呢 是以工程的方式 来进行组织的 嗯 不是像我们之前写的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 是吧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文件家 中间这块区域呢 就是这个叫编代码的 编辑器啊 代码编辑器 下面呢 比如说有这个 这个pormant 这个问题 是吧 嗯 问题 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自动报错啊 这个是文档 对吧 还有一些定义啊 定义的东西 呃 然后这个是里面的这些列表 这个我们可以关掉啊 这个outline 就是里面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方法的一个描述 先把它先去掉 好 打开以后呢 在这边 我们可以右击一下 右击啊 在这右击 新建 是吧 新建 或者是呢 你从file里面再新建 是不是可以啊 也可以啊 新建一个 加瓦工程 看到没有 新建一个加瓦的工程 我们就点这个 我们以工程加瓦 project啊 方式 然后呢 你可以取一个工程名字 是吧 取一个工程名字 假如说我们这个工程名字 我叫做 叫什么 我们这是第几章了 这是第六章了 是吧 第六章 OK 我们是说这个 加瓦 6 是吧 6 然后呢 我们就说来 Eclipse Hello Eclipse 好吧 Hello Eclipse Hello Eclipse 第六章 这个代码 OK 好 1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名称啊 其名称 因为我这是第六章 然后这是Hello Eclipse 我的名字 然后它的序号 是排第一个对吧 是排第一个 或者是呢 我这边是6-1嘛 这样也行 是吧 6-1 Hello 这是第一个工程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完成以后呢 它会自动找到你这个 这个sdk 这个这个 zdk在哪儿 然后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 好 下一步完成以后呢 然后你点finish 完成就可以了 点这个finish 完成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工程 我们就创建好了 你看啊 工程目录就这样的 很简单 这边一个JRE 就是我们需要使用到的Java的一些内置的一些内裤 它都会在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绑定这个jdk是吧 你看 是不是绑定我们这个c盘下的Java jdk8 下面的一些JRE里面的一些内裤啊 一些内裤 你就使用 比如说你使用set them out 那些都是在这里面 是吧 嗯 在里面 OK 这是src 就是你写原代码的地方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在工作空间下面 你看 它就会自建一个文件夹是吧 叫Java6-1 Java6-1 里面呢 是一个工程目录结构是吧 看到没有 工程目录结构 那哪个呢 这个src 就是我们写原代码的 这个bin目录 binary 就是编译好的类 放在这里面 binary 就是二精致啊 就是这个这个我们编译的class文件 放在这里面 OK 那这三个呢 你就不用管了 这三个是eglips的这个生成的时候 它一些配置啊 在这里面 好 那如果我们要去写代码的话怎么办呢 在这 右击一下 你看在src上啊 右击 可以新建一个什么 类 看到没有 嗯 你可以新建一个类class 是吧 或者新建一个包 是不是也可以啊 新建一个类 然后类下面 你看 打开 弹出这个框里面 第一个packer 就是你的包 不写 就是默认包 是吧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要写一个包 知道吧 那之前写呢 因为这个是单个文件写 这写包的话比较麻烦 现在我们用工程目录的时候就要写包了 比如说com.hello 这表示我有个文件夹 com 点 所以中间有点 文件夹跟文件夹之间有点表示啊 表示我在com目录下有一个hello文件夹 里边 里边再来一个hello hello eclips 是吧 hello eclips 这是你的类名 知道吧 类名 然后呢 你这是类似 修设服是public的 对吧 然后它默认 你看这个寄成object啊 如果有没有寄成接口 可以在这边进行添加 是吧 好 需不需要有man方法 这里看到没有 需不需要有man方法 如果需要你可以勾选 是吧 可以勾选 然后有没有构造方法 这叫constructor from super 要不要导入负类的构造方法 你选中的话就导入 不选中就不导入 是吧 这个是自动去实现你的抽象方法 是吧 它默认是选中了 对吧 默认选中了 ok这个man方法你可以勾上 对吧 你勾上的话 每次你一新建 它就自动勾勾上了 对吧 但有些类呢 我们可能还不需要用man 好 finish完成 完成 好 你看我们现在的话 这个你看packed第一行 这是我们的这个包 是不是建好了 public class hello eclipse 是不是建好了 然后这边呢 还有这个public static void main 然后这个里面也建好了 你看这个结构就很容易的就给我们这个创建了对吧 没有了 创建好了 这个字有点小是吧 你可以通过window 然后这个performance属性里面 genery 然后呢第一个 然后color and fold 然后在这个base里面 基本里面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字体是吧 嗯 字体呢你可以双击一下 然后你可以整的稍微大点 比如16可以吧 ok 然后append一下 ok 像这儿就会变大了 字体你可以调大背景颜色你也可以 调一下对吧 也可以调一下 ok 然后这是这些木认他用的这个注释是吧 注释如果你要把它删掉的话啊 光标停在这 control d control d 这是一个快捷键啊 后面会有一些快捷键的一个使用了 control control 加d 啊 表示 删除 当前行 是吧 哎 表示删除当前行的意思 这边行号默认都有 有是吧 嗯 都有 写出来 ok 你看在这儿 我们就可以写我们的代码了 好 之前我们写system. 点儿 你看这边的话 他就有很好的一个智能提示 对不对 你看他就为了帮助我们这个这个 快速的这个开发 所以他有很多好的这个提示功能 你打点儿他自动就提示了 你看吧 这种提示了 然后out 是不是啊 然后再点儿 你看print 然后n 是不是有啊 嗯 哎就给大家输出了 如果你要输出 这个叫hello eq dips 是吧 你看就输出完成了 然后你要运行怎么运行呢 运行如果这个方法里面有man方法 你可以直接在这儿 右击 随便这个空白位置啊 右击一下 long long 就是运行的意思是吧 运行 然后这边有一个java application 走一点 你看这边呢他自动就会有这个什么 控制台是吧 嗯 他会在这儿有个console 就表示你这个控制台的意思啊 他的控制台呢 他就会在这儿模拟一个控制台把它打印出来 OK 你看很简单吧 嗯 好那玩出来以后你可以点这个也行 是吧 这个的话你看如果你点完一下 运行过一次的话 这边就会有 他自动就最近一次的运行 就在这里面有一个选项 你可以直接选他 他也能运行 是吧 嗯 或者你直接点一下 他也能直接运行起来 是吧 或者你在这儿 又击 啊 又击一下 然后运行 long as 对吧 走 嗯 也可以啊 也可以这样去运行起来 是吧 跑起来 这是这个 这个 额 一个最应该是基本的一个使用啊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你的工程目录 你看在beam目录下 你看是不是有两个文件加 com hello 是吧 然后有个hello加1 是吧 然后在beam目录下呢 也有一个com hello 有个class 是吧 是编译好的 他就保存就自动编译啊 你保存 保存 一般我们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这个 ctrl s 保存 所以一定要多按保存 ctrl s ctrl s 是吧 多按保存 就表示 就保存代码的意思 经常要按保存啊 要不然你写了半天 咔一下没了 是不是 多揪心啊 所以你得不断的进行保存啊 ctrl s 多多按一下 像这里面都有啊 你看像这个 快捷键是吧 你看它都有 这个这个 在这边都有提示是吧 都有提示 好 这是这个 输出 然后输出语句呢 还有一个快捷的写法 叫sys sys o 你看 out 你看 它有一个快捷写法 叫sysout 看到没有 回车 你看 自动就把这些话给输出来了 就不用你打那么多 所以非常快快捷啊 这个是快速输出的一个 一个一个快捷啊 叫sys out 是吧 sys 然后完了也要按这个 alt斜杠 alt斜杠就是这个 万能提示键了 是吧 智能提示键啊 叫alt 加上 这个杠 斜杠啊 就是 表示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智能提示 这个键非常好用啊 智能提示 经常用一下它是吧 它会把你所有的方法都给你怎么样 提示出来 啊 你不知道怎么打的时候 比如说你一个setmout 是吧 我不知道怎么打的时候 点应该没了是吧 怎么办呢 alt斜杠 看到没有 它就会弹出一个框来是吧 alt斜杠 你就可以找你要调用哪个方法 是吧 它这边啊 会有一个模板啊 出来 ok 这是这个我们的 alt cntl d cntl 删掉 这是智能提示啊 这个键的一个使用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eglipse 那我未来我们写代码呢 就直接在这个eglipse里面来进行操作 就可以了 好吧 ok 这个比较简单啊 好 那么后续还有好多它的这个功能啊 嗯 我们就在使用的时候 再慢慢 再慢慢来 是吧 再慢慢来 ok 好 第二个呢 是这个异常处理 是吧 我们要讲异常处理是什么意思呢 那在我们这个程序当中啊 经常会用到是吧 经常会用到 ok 那么它表示什么意思 我们如何来避免这个异常 是吧 嗯 好吧 时间关系我们就在下一节 嗯 继续给大家去讲解 嗯